谢谢主席 我想先请教一下 我们的高雄银行董事长 可不可以请您先告诉我们 现在一般的民众如果去银行 汇款超过一百万的话 或是五十万以上 需不需要交代说这个汇款的理由 来您答复一下 这个现在银行汇款 它是要交代说 你汇区的对象是什么人 那这个汇款的用途 是做什么这样子 就还是要填一下资料 因为它有一个KYC的程序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担心说这个钱 可能因为是洗钱防治法的关系 就是钱的流向 它必须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洗钱防治法的关系 OK好 那我请教董事长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庆付案这个理念 我们看到就是他有提供这个现金 相当于现金的这个活期存款 大概16.825亿 对不对 对吗 当初庆付案 我们开出旅月保证函 他有16.85亿的这个存款 在这里担保了 对 活期存款的担保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要了解的是说 那么当初为什么这个16.85亿左右的 活期存款 你们没有去了解它的现金流是哪里来的 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因为庆付他的资本额大约是5亿 对对对 是吧 在那个时候是5亿 对对对对 对那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从行员一直到所有的这个 你们应该是每个层级一直要报上去 对不对 这么大笔的一个现金的担保在这边 然后你们为了要核发之后的旅约保证 对对对对对 旅约保证是开出多少 17 17.34亿吧 我这听不清楚了 尾数不是很清楚 好17亿 我们用17亿来讲 对对对 就是因为高雄银行开出了17亿的旅约保证 所以庆付才可以跟后续的国防部 能够顺利的签约列雷件 也因此能够顺利的跟银行团 然后连带 连带的金额大概多少 105 205 205亿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你看 他以十几 17亿 然后可以去连带了205亿 并且跟国防部顺利的签了这个约 应该金额是329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看到 所以一切的源头 有什么大家都说 点了这一把火 列雷件点了这一把火是谁点的 高雄银行点的 所以我这边就要就叫一下高雄银行 刚刚您你们所讲给全国人民的理由都是说 因为他有提供了跟现金担保相当程度的这个活期存款 16.85亿在高雄银行 已经超过了九成六 所以你们觉得合法给他的这个履约保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你这样子乍听之下好像很合理呀 因为我记得在上次在大会前朝时代本席 在这个地方质询 在请教市长还有相关人员的时候 给本席给全国人民的理由都是说 因为他有一个16.85亿的存款在高雄银行 但是本席在当初提出一个质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左手换到右手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其他的关系企业或是子公司跟银行贷款而来的 然后把这个钱放在高雄银行 所以这个钱根本不是他的自有资金 我在之前前朝时代我咨询过这个议题 但是呢 一问三不知 甚至那个时候的回答还讲说 这他们的自己的资金吗 资金 他们公司有办法放这么多在我们银行 那个没有办法查 我们也没有这个义务查 那么如果用这样子的答复的话 董事长 为什么现在全民对这个案子会这么样的一个纳闷跟好奇跟不解 觉得当中疑云重重 因为这跟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只要跟银行打交道 不管那个金额可能50万就要问得很胸脏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额是多庞大 16.85亿 你们完全没有去过问 我再请教你 这个部分 在我本席咨询过后 后来在那之后 金管会他们也去做了调查 是不是也开罚了高雄银行八百万元 理由就是因为这16.85亿的这个现金流 你们没有去做查证 是还是不是 这个是部分 小部分原因 是不是原因之一 他认为开罚原因最第一个大象就是说 认为高雄银行对征兽性不实 他不是说这个 理由保证 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很多项的原因之一 这样高雄银行今天说实话 你们也知道说你们确实有很多的疏失 被那个金管会开罚八百万 不然之前我看昨天你在答复某些议员的回复都说高雄银行没有错 我们没有违法我们都没有 这个我现在还是这样 我现在跟你讲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当初这个是谁决定核发这个领约保证的 谁做的决策 虽然我不是当时的董事长 我是两年前才来的 一年十个月前 但是 董事长 根据我现在的了解 您先不要讲话 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觉得张董事长 不要急着卸责 你既然来接了这个董事长 你是六月份来接 八月份 还是七月份爆发的烈雷件案 对不对 八月九月吧 对 你来的时候 六月份 对 八月份的时候烈雷件爆发 对 那么表示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已经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案情何在了 不要急着去卸责 说这个我没关系 对 然后也不要说二十五号我们要专案报告 你就赶在十五号之前就赶快离开高雄银行 这个都会让全民对你 对高雄银行 或是对前朝政府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我们把问题厘清 张董事长不用急着卸责 你就把事情非常清楚的跟全民做交代 大家想要知道为什么 那个现在高雄银行有发生呆账是十一点九亿 我们看到有这些呆账 那这些损失还是要由我们高雄市民来做负担的 因为我们高雄银行是最大的股东 你点头表示你也同意对不对 那我们就一一的来厘清一下 所以本期这边要了解 当初这么大笔的一个金额十七亿 请问是谁决定的 决策者是谁 我的了解是经过常董会通过来做的 那个时候的常董是谁 那时候谁啊 董事长是陈统明先生 那么这个常董是林文渊还有许立明 还有李锐昌 李锐昌 所以是这您刚念的几个名字 四个 四个对 是这四位决定的 常董包括董事长四个人 所以是这四位决定的 对对对 所以决策者是他们 对对对 那请教一下 我看了你们那个陈组的名单 为什么 所以总经理有没有这个权限 有 总经理有 不是总经理啦 那个时候的总经理 那个放款总经理是总经理决定的吗 不是吧 我看你们上面写这么庞大的金额 总经理没有决定的权限对不对 他就要提到那个常董会来决定 最后决定是常董嘛 你刚刚讲那四个人民再讲一次 对对 这个 我记得是陈统明董事长 我看的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 李锐昌常董 还有一个许立明常董 那林文元常董 我记得他是不是有出席那一次会议 我还要再确认 这我还要再确认一下 因为上一次我读的资料里面好像 好像有说没有出席还是怎么样 这个抱歉 我等一下再查一下 董事长 因为你现在手上没有那个资料 所以你没办法记忆那么清楚 对不对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调查小组 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议员要跟高雄银行调资料 但是高雄银行呢迟迟不愿意提供资料 然后最后你们放宽了你们说怎么样可以去 议员报告那个是经过前天金管会来函他特别有解释说在安德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那个议会的秘密会议的方式提供越南 提供越南对不对可以提供了我们都已经答应要要马上要提供 总事长我也我如果没有做足准备我不会在这个意思听开跟你请教问题提供越南 真正核心关键的内容只能够越南 如果你刚刚答复全国的人民说这个全国在关注的这个议题 你光是人民四个当初最重要决策者那四位你人民可能看过了很多次了 但是你记不清楚 那你现在居然要求我们的专案小组 特别是你讲是金管会中央下令高雄银行 我们不能够取得这些相关资料 我们只能阅览 请问你你们真的有心要还原事实 要真正找出来说当初打个环节出了问题 高雄市民受到损失 高雄银行的微信也荡然无存 到底原因何在 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幕后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大家想要了解 但是为什么金管会居然下一个文 要求说高雄银行不准提供 关键内幕资料给我们的调查小组 只能让我们去那个越览 你认为那么多的资料 那么庞大的细节 我们不用一一的核对吗 你认为到现场去看一下 就有办法能够查清楚真相吗 你这岂不是要现 目前中央没有成立专案小组 高雄市议会在前朝的时候曾经想要组成 但是被民进党多数决補决掉 所以没办法组成 这次在改朝换了韩市长上来以后 我们的许议长责成要求成立专案小组 就是为了要给全国注目的这个案件 要给全民一个交代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央百般阻挠 高雄银行董事长可以讲说 25号要报告 不好意思 我要25号就要走了 你如果不幸运民意的压力 所以我这边要呼吁全国的民众 大家盯紧这个案子 如果董事长你不幸运民意的压力 当中央把你要调走的时候 你也非常的欣然的就要离开高雄银行 丢下这些烂账 那我们再问 为什么金管会会下这个文 说要求不准 那我觉得这个大问 这是我们完全依照 银行法48条相关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来做 我们真的是没有说金管会不能来给这个 这个本来法律就有规定 我们反而是向金管会请求说 能不能在某一种条件下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动作 好刚才董事长你的报告 我想全国的观众都可以去调刚才你的回答 我们是不是现在只能阅览 不是 有部分 我们昨天 这全部可以提供 我太好了 全部可以提供吗 有八个问题 全部可以提供吗 数千提供了 有五个题目可以数千提供 有三个是他严格规定不可以的 因为他会违反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 这个是有刑法的 四十八条第二项有没有说如果已经是呆账的部分就没有所谓的个资保护法的问题 那个是指的是他的这个三个要素了一个人名身份证号码跟同一编号 没有要看那些东西 我们要看的是当初整个会议记录 整个决策过程 到底是谁同意这些这个那个旅约保证是可以通过的 并且又没有去确认所谓的他的现金来源 为什么一个五亿资本的公司他可以去搬了十六亿多的钱摆在高雄银行 而你们居然会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视而不见 好那我如果你刚刚讲说可以如果会证明你们的确实所有的程序都是非常合法的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跟全民做交代的就请你们公布 请你们公布让我们那个调查小组可以去调查 因为只有你公布才可以让全民让全部的议员认为说你们当初的整个的放款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现在在跟我讲说尽管会要求你们我们只能阅览部分可以提供 真正关键的居然都不能提供只能阅览这不是限高雄市议会于不义吗 也不是这不是限我们的高雄市政府于不义吗 你这也不是限于韩市长要害韩市长在这个案子上面来讲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施展说怎么样去查币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吗 所以张董事长这非常的重要 这绝对不是你前面在呼咙其他的议员随便讲讲 就可以蛮混的过去的 我这边在问了 海科馆在103年的时候工程研制 然后呢103年呢巡方舔的建造能力这个都已经被打一个问号了 这些是谁承揽的 我们是你 这个主办行是土地银行不是我们啊 这三分钟 这是一个连带案件 是的没有错 但是业者是谁 厂商是谁 这个庆阳海洋的部分啊 好庆阳他是谁的关系企业 他是陈庆兰的关系企业 陈庆兰嘛 庆夫造船嘛 对不对 他们在103年他们的工程就研制了 你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好 那103年这个巡房艇的这个建造能力被质疑 你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 因为这个抱歉 这个主办行是这个土地银行 我们只是参代行而已 是的 但是103年就已经发生了 可能他在履约能力是被质疑的部分 那请问了 当履约能力被质疑的时候 你们怎么可能可以这么轻松的 就是如你刚才所讲四位常懂 就可以把这个高雄市政府投资快42%左右股份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 随随便便17亿就带出去 履约保证就开出去 然后呢才研发后面整个迅雷剑的这样的一个弊端出来 想跟议员报告一下 所以你们是点火者 本期要告诉全国的人民是说 请大家去思考看看 103年 陈庆南他们相关的集团就已经被打问号了 履约能力被打问号 财务问题可能也被打问号 但是为什么只有高雄银行这么随便的把这些 我们高雄市政府是有关股的哦 而且当初的这些许多的董事跟常务董事 都是关股代表哦 为什么没有严格把关 来我们请议长 许议长 当事长 我常在楼上有跟你说 你 有时候有时候 博集无辜啦 那个无辜有可能就是你 你敢知道你一百零六年 你落月九日嘛 对不对 一百零六年的八月 亲户案博犯嘛 对不对 对啦 九月切出李瑞昌 同期是金管会的主委 九月切出李瑞昌发一条文 就是说 四十八条 四十八条 发那条文 九月切出李瑞昌发文的 全国的老百姓听一下 九月切出发文后 这到底是什么政樱 啊 法那条文 九月切出李瑞昌 发一条文 说不得调业 啊 董事九月切出李瑞昌 离开金管会 啊 你先看看 好 董事長 我想說 如果剛才你真的覺得 是可以公佈的 好 那麼就請 全部公開公佈 提供給我們的專業小組 不是只有越覽 就如同你剛才所講的 我們要看到這些資料 不是只有越覽好不好 那另外我這邊要請教一下 那為什麼那個董事啊 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被做任何的懲處 董事沒有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個 公司治理的體制上 董事是關股的代表 那我也是關股代表之一 所以我們一般 我們對董事是沒有這樣 那是由市政府那邊的 股權管理辦法裡面的 一些規定在處理的 來 陳政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當初的關股代表後來 在市政府你看前朝的資料 有沒有任何的 謝謝董事長請坐 有關於前朝時代 對這些常務董事 或是關股代表 有沒有做出任何的一個懲處 或是處分 當時前朝時代喔 對 在那一百零三年六十九那時候 那時候當初是陳統明 李瑞昌是常董 林文淵他是讀董 他不是官派董事 然後許立民是常董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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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李瑞昌董事長 董事長 你開的意思是在進來 你有沒有在進 沒有啦 他剛才搭護 搭護的時候還說 李瑞昌 我在車上 有看到 手機有才進來的 啊 啊 這些人這些當初 有管理 你決定說 要放多少 要貸款多少 啊 這樣不用正人嗎 蘭德 都不用正人嗎 啊 啊 啊 高雄市長這樣入圍嗎 高雄市長這樣入圍嗎 啊 有錢沒責 啊 現在到底是什麼 這政府已經失靈了 局長 你是不是去演藝看看喔 不管是讀董也好 或常董也好 這些決策的人 對啊 有沒有 有這些當事長 在這裡當事長 其實 我在 我在手機那裡看到了 是 有沒有責任 不連帶責任 賠償的責任 這個可能 啊 這政府 都死亡這樣 死亡這樣 啊 他們可以決定要放多少 啊 現在事情出事了 他們都不正常 啊 議員絕對的全力 全力就對了 我跟你說 是喔 跟議長做一個報告啦 因為如果是屬於官派董事 如果說他沒有 適當的搬任 委任的職權 我們可以叫他離開 如果有涉及到不法 那就送檢調去做出 對 就是這樣啦 那之前因為 好 那個也請董事長 還有我們財政局長 這裡回去也跟法治局研究一下 是 還有陣鋒住 是不是先研究一下我們決策 這幾位喔 不管是常董 讀董 或者是董事長 有沒有責任要附帶 陪帶 陪帶連帶那個賠償 責任喔 不然 未來這些呆帳喔 我看還有好幾億喔 不能要全民買單啊 尤其 剛是政府佔了43%喔 那現在的董事長 可能一直說他到任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了 然後又拍拍屁股走人 不管是董事長也好 常董 讀董 拍拍屁股走人以後 倒大煤的是誰 高雄市政府佔大多數 然後高雄銀行永遠就是 這些不管是做官的啦 董事長 你就有這個領薪水而已 你想當事長一個月來 領三十幾萬 那些都是我們的錢 這個是不是請局長回去 也跟陣鋒 也跟法治喔 來做一個研議 看看 附帶 連帶責任的部分 還有 剛剛董事長 在休息之前喔 我昨天有跟您要一個高 高雄市內部之 他的事後的一個集合報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慶富還有他的 包含他的子公司 相關公司在高雄銀行的借貸 明細 所謂明細是 第一個用什麼方式借貸 信貸還是有單保品 他的單保品是什麼 這個昨天做都有做會議紀錄 你也答應要給我們 到現在 我都沒有看到 還有跟對 針對這件事情 相關的一個 呃 人員的一個事後的檢討 跟懲處 你也沒有提供本席資料喔 這些資料 我不相信是高雄銀行 專業人員 做出來的 這根本就是一個PPT而已嘛 高雄銀行 難道你們對高雄市民的負責 就只有這樣 對議會的負責 就只有這樣嗎 幾張子 幾張子 五張不到 這次都全部放大的 花我們十一點九億 全部人都在花時間幫你們研究說 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的 結果你們高雄銀行 結果我 完全就是沒有要義 他們就沒有在台 去兩期生日後就沒有在台 可以做過了 甚至連總經理你都負連帶賠償責任 這剩下的幾億 到底剩幾億 七億是不是 連議會跟你們正式在議會 議會議事聽你們正式跟你們要的資料 董事長親口答應的 你怎麼會 彎磚不作為 這份資料好笑的 也不是 車業連夜趕出來的 這個是你們原來的PPT 這裡寫什麼 二 未來改進方向 也就是說 你前面還有一二三 那你幹嘛不整份資料給我咧 你搞一個二給我 局長你在正式的答覆本席一下 到底這些資料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我待會這張可以給你 不是 局長對不起 高雄銀行董事長 不好意思 讓你緊張一下 董事長 正式答覆我 這些資料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今天就請他們準備 中午之前 中午 中午 好嗎 可以嗎 不要用這種 內部的一個PPT資料 你這學會官僚啊 太官僚了 只敢拿這種官司的那種 知識的格式給我 那個PPT給我們 其他的呢 我不相信你的 內部基額報告 你報給金管會 的是拿這一份給他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待會再繼續開會 OK OK